監視其中正在進行自來水管線 太換工程突然火光從溝內往上竄 衝高到一層樓 嚇壞一旁的工人 真的是超級近距離 被火苗襲擊 大家跑得跑 逃得逃 溝內這迷離得最近的 還在逃跑過程當中跌倒了 趕快爬出溝 又繞回來 趕緊想辦法拿出滅火器來滅火 回到現場 彰化園林的中山南路 消防車已經趕來戒備 也拉起了封鎖線 當時4名驚險逃生的工人 分別在手腳跟臉部 都有輕微燒烫傷 被送往醫院治療 瓦斯公司派員來檢查 初步沒有發現漏氣 但能看到橘紅色的瓦斯管線 被炸出了一個大洞 過程當中連中華電信管線都被弄斷 導致附近店家網路電話線受影響 工程單位加速檢修 目前相關單位也介入 要調查為何會發生氣爆意外 三宗人許淑瑋 股仙 張華報導